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政府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法家灣的政策太明顯 我這兩天說過 如果士林地檢署發佈了衝擊令 所以陳同佳 而我們政府入委會跟相關的單位 又拒絕陳同佳入境 全台灣人都會憤怒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如果在台灣 將來沒有任何引渡條文 外國人在台灣殺了外國人 跑掉了都沒有罪 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 我們主動放棄了我們司法管轄權 是非常危險 所以蔡英文跟民進黨政府口口聲聲說 所以會維護台灣的主權 但是沒有想到這幾天的變化 很明顯他是放棄了台灣的主權 那麼因為 审判台灣人民的憤怒 這個聲音出來了 趕快政治再轉彎 蔡英文總統這個宣布 你要怎麼跟行政院蘇貞昌院長 還有許惠勇交代 這雙方講的政策好像都不一樣 方法都不一樣 處理的手段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口口聲聲說 愛主權的民進黨政府 千萬不要做傷害主權的事情 以及我們的司法權 我提出故宮是光光產業協會跟我交換意見 那九分之一的展覽 九分之八的三分鐘裡面 那事實上 故宮的展覽的空間 大家是不是要思考 要與擴大與提升 那事實上 這也直接告訴各界 我們有這麼豐富的文化保障 如果跟光光產業結合起來 它會帶來驚人的觀光客 就是如此而已 至於空間如何提升 如何再擴充 我相信這都是技術性的問題 它是光光立國這個精神 我們一定要大力來追蹤